好 接下来看看可爱的黄色小鸭顺风席卷全台 那么但是它没有办法到每一个地方怎么办呢 有些地方就自己来做小鸭 您现在看到是嘉义市 在往返嘉义市区跟高铁站的路上 嘉义市政府把种植的花草跟灌木 通通都修剪成小鸭的造型 虽然它不是黄色小鸭 但就特别的绿色小鸭 看着也是让人觉得蛮可爱 坟哥岛上怎么会有一只只的绿色小鸭 圆滚滚 超卡哇伊 原来是嘉义市政府抢搭小鸭风潮 和热心市民把坟哥岛的花草和灌木 修剪成小鸭小鸡等造型 路过的民众都不惊多看两眼 很好啊 对啊 整个环境都非常的漂亮啊 很多人来这边拍照 就想着说不然来搭 老板他小吃 根据环保概念和观赏价值 民众都喊赞 同样抢搭小鸭顺风车的 还有这一个 小朋友开心对镜头比着夜 头上这顶黄通通的小鸭安全帽 帽子顶端还有鸭嘴涂出来 挡风镜掀开还可以往后收 不怕被风吹跑 可爱造型小朋友看到就爱不释手 戴上安全帽就想和妈妈骑车兜风 黄色小鸭安全帽超强手 已经卖到缺货 有钱还不见得买得到 黄色小鸭说是台湾最当红炸子鸡 一点也不为过 记得张俊荣 姚文华南部众和报道